首先要講講關於中聯辦 他們發表了一篇文章 標題叫做 《嚴厲譴責極端分子,無視民間疾苦再啟暴力攬炒》 到底這篇文章是說什麼呢? 他先批評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激進的抗爭行為 然後將矛頭轉向黃色經濟圈 這就是官方的第一次表態 中聯辦的表態是歷斥黃色經濟圈 其實就等同於認證了黃絲和理非議形式的行為 做得是對的 這個方向是對的 如果不是,怎麼會中聯辦去批評你呢? 有些人說黃色經濟圈的消費不是抗爭 是否抗爭呢? 其實不是由民間來講的 是由當權者來講,他說你是就是 他認為你是威脅到他的話 他就視之為抗爭 中聯辦到底怎麼說呢? 就說 一些反對派政客為了在立法會選舉多撈取席位 妄顧自由市場規則 極力炒作所謂的黃色經濟圈 人為製造撕裂 不擇手段滋擾,破壞無辜商戶 是一種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 甚至圈掩所謂的真攬炒實報 這就是戴耀廷所謂的 繼而再批評民主派在立法會如何拉布 好了 他們就說 這個拉布已經淪為毫無底線的攬炒派 他們要在立法會搞政治攬炒 在社會上罵經濟攬炒 在街頭策動暴力攬炒 你知道他是不停地說攬炒這個字 他們不停地強調攬炒這個 其實中聯辦這個說法 至少是講了三個很重要的訊息給大家聽 第一 就是大家過去大半年以來所堅持的 前往黃色經濟圈消費 是有所認證 就是由中聯辦親自出口告訴你 喂 你們這樣搞是等同於經濟攬炒 就是用這個經濟方式來搞政治攬炒 即是告訴你你們做這個行為是有效果的 起碼就不用讓那些人潑冷水 就說你們這些是消費 你們那些都不是勇武抗爭 你們那些是什麼呢? 現在中聯辦告訴你 是 這是一種抗爭的形式 因為他視之為攬炒 這個是相當之重要的 第二件事 就是有一個什麼訊息呢? 就是這個攬炒 已經成為了 在接下來這一屆的立法會選舉當中的關鍵字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那些藍匯 或者是藍色的KOL 即是所謂的K100 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 不停地把攬炒這個字 重複又重複地向那些藍絲洗腦 就說黃絲他們現在所搞的 民主派現在所搞的 就是各種形式的攬炒 其實這次中聯辦這一篇的文章 正正就是告訴你 原來這個攬炒操作 我相信就是中聯辦來指令的 就說你們所搞的抗爭行為 是屬於攬炒 不單是那些藍媒說 那些網媒 即是那些K100 他們經常說 就說要拒絕攬炒 登記做選民 這件事連建制派那些議員 都是這樣說 所以你看到攬炒已經成為了 建制派的主軸 他們就是要把主題定為拒絕攬炒 他們就要用這件事去負責那些藍絲 如果你不想攬炒的話 你不想香港變成了攬炒派的天下的話 那你就要登記做選民 你就要出來投票了 攬炒就成為了他們的競選策略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好了 但是這個競選策略 對於黃絲來說 他們有沒有這個效果呢 我相信是微乎其微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黃絲當中 有一群人是相對激進的 他們不斷都要強調說要攬炒 那你現在說攬炒 那你跟那些人合作何車呢 當然那些人在黃絲當中算是少數 我姑且稱之為黃絲 因為他們未必認同自己是黃絲 那些人是 那些人你對他們沒有效果 因為他們是激進派 那些人是不是都說要攬炒 好了 對於主流的黃絲又怎樣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你說他攬炒 他不認同 只要你說他對黃色經濟圈的消費是攬炒 他究竟本身認不認同 他究竟本身是否跟你的想法一致 如果他認為這純粹是支援這些同路人的行為 他純粹是不光顧藍店的行為 那如何攬炒呢 你要告訴他們 攬炒 其實是說服不了主流黃絲的 你只能告訴那些藍絲 這個是攬炒 黃絲是不會認同的 所以 你這個選舉操作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成功地鞏固藍絲的票員 但是能不能夠開拓得到更多的票員呢? 是不行的 除非你用其他方式 比如說多幾個旅遊巴 多幾個大巴 多幾個老人院去登記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9月的選舉 香港人一定要出來投票 而且在海外的朋友 我希望你們真的 買機票回來投票 當然你在買機票之前 查清楚自己的選民資格有沒有被吊銷 否則就白行一趟 你一定要回來投票 這次是很關鍵 你看到他們已經在幾個月之前 現在基本上還有 六七八九隻 還有四個月 就已經在搞選舉行動 選舉工程 其實是選舉工程一部分 你見到攬炒 已經是他們的關鍵字 好了 第三個重要信息就是 中聯辦這個說法 明顯地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都是違反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喂 既然香港是奉行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什麼意思呢 你行你的社會主義 我們有我們行資本主義 這就是一國兩制的根本 現在連這個根本都好像想動搖 什麼叫做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就是 我們那些市民有一個需求 那些商家有一個供應 那大家適合那個價錢 那就交易吧 當然在這個交易當中 也都有其他因素 是左右倒的人 為什麼會光顧一些更貴的 不光顧便宜的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人情味的因素 這個人情味的因素就是 就是情感的因素 這個就是超越了價錢的 比如說那些黃絲去光顧 同路人的商店 他要支援那些手足 支援那些敢於發聲的黃店 可能他就會排一段很長的時間 或者價錢就比藍店貴 甚至乎那些味道就沒有藍店那麼好吃 他都肯去光顧 這個就是超越價錢的一個考慮 但是這個仍然是市場經濟 那你當然會有的 比如說我光顧開那間茶樓 我跟那個經理很熟悉的 我去到他都會免查的 或者我去到他做的東西都比較大 當然有這些因素 這個也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分 但是他們已經認為這件事是攬炒了 他連這件事都不滿意了 他都要規管你的 他都要告訴你 這件事是搞經濟攬炒 以經濟綁架政治的政治攬炒 那你叫那些黃絲其實是很難接受的 這件事是 因為其實你沒有黃藍之分之前 可能以前有些人都說 我是喜歡吃小店 有些人都要吃連鎖店 你沒理由逼人 你不行的 你一定要吃連鎖店 你沒理由這樣 這個其實是干預市場的行為 你變成就是 你連那個 你知道一國兩制的根本 就是我們要行資本主義制度 五十年不變 如果你現在那個規管 無恐不入的 你連光顧哪間店舖 你都要批評他的 要規管他的 那還說什麼一國兩制 那不如你派糧票吧 對嗎 對 那不如大家一起吃同一樣東西 到時候 吃人民公社大鑊飯 那你還需要光顧什麼黃店 藍店 老實說 你說現在那些藍店的生意 是不是差得很交關呢 絕對就不是的 我告訴大家 你出街看到就知道 你的元氣壽司還排得很長龍 美芯那些茶樓 翠苑那些 滿座的 要等位的 但是他為什麼仍然是要打擊你 這個所謂黃色經濟圈 他就是不想你這個運動的精神再延續下去 哪怕你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消費行為 只要你灌了一個黃色經濟圈 什麼天馬行動一起要去光顧黃店 要就是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進攻黃店 就是說大家一起拿真金白銀去消費 他都不行 他都看不過眼 他都認為你這個是抗爭行為 那你就是了 不到你說不是 他說你是 所以 如果黃絲繼續做這件事下去的時候 他就會繼續打壓 當然他會繼續拿來炒作 繼續炒作到九月為止 他就是要推出那個選票出來 因為你明知他其實搞不起那個藍色經濟圈 你比如說有些著名的藍店 那不會有人 有些藍絲去拉大女兒幫襯 但是黃絲那些 即是 店舖有哪間說高急 喂 立即排兩個小時 是要 這件事是相對齊心很多 你兩件事比較一下就知道 所以你看到他說 現在那個規管是無孔不入的 這件事是違反了資本主義 所以 有些東西又可以通知這個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喂 他連這件事都管了 你詮釋 你解讀二十二條 就算了吧 你連人家去買什麼 吃 去哪間餐廳幫襯都要規管 其實這些人身自由 都規管你 其實是 對 老實說 你不要那麼無聊 對不對 這件事根本上就是正常的經濟活動 哪有規管 哪有規管 對不對 多餘 那要不詳細 他那個食物牌子 很愚蠢 這件事是違反了市場機制的 當然我猜他不會的 我想他 我自己覺得就是他在搞政治 選舉的炒作 因為他要不停地強調 哪些行為是屬於攬炒 包括他說民主派 在內務委員會的拉布是攬炒 那些黃絲去光顧黃店就為攬炒 他舉了很多這些東西出來 其實你說如果放在國際社會的標準 這些哪算是攬炒呢 是的 是的